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袁冰岩又被退货了 两年时间全在抠脚、筑青豪等四部剧没平台收 在2020年8月6日网剧《流离》播出后 主演袁冰岩,诚意只是短暂的合体了一段时间 之后开了发布会让CP粉解体 就各自与新的搭档拍电视剧了 近期,诚意揭拍了一部破案单元剧底线 在其中担任绝对的男主角,也是一位法官 剧情很明显是偏证剧题材 诚意从古偶剧男主到央视证剧的男主 这资源真实质地飞跃了 在《流离》之后 诚意陆续又有《长安诺与军歌》这两部剧情流畅 浮化到完美的古偶剧播出 也是稳稳地保持住了热度 如果底线能够有不错的收视率 诚意就完全可以实现转型了 同样是从《流离》中走出来的 袁冰炎在近两年里就只有一部现代偶像剧《青春》向前冲播出 时间是在2021年7月21日 相信大多数人根本就没听说过 毕竟演员中只有袁冰炎稍有些名气 而他又主要以古装闻名 那么现代偶像剧就不太能接纳他了 换句话说 从2020年的《流离》播出 到如今快两年的时间里 袁冰炎几乎等同于没有推出过任何作品 这对一个走流量路线的女明星来说 无疑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如果是樱桃 梅婷 海青等实力派女演员 那么两年时间没作品也不算什么 走实力派路线的女演员自然有值得回味的高分佳作在撑着 无所谓担心是否自己会糊掉 而袁冰炎不一样 在流离之前 他出演的江夜听雪楼老九门等电视剧 无一例外都是偶像剧 这些偶像剧再好看 对观众来说也是一时新鲜 远比不上闯关东大江大河康熙王朝等经典证剧值得回味 那么袁冰炎这个靠在偶像剧中刷脸来保持热度的女演员 为了不让热度下降 自然是要保证作品不断档的 可惜 袁冰炎空有四部带播剧在手 却没有视频平台肯接手 袁冰炎的四部带播剧分别是《清诚一清欢》 《落花时节》 《又逢君雷霆令》 以及《祝清好》 袁冰炎粉丝对《祝清好的》的期盼值最高 原因也很简单 《清诚一清欢》的男主中汉梁年龄太大 几乎可以做袁冰炎的爸爸了 他与袁冰炎肯定是没CP感的 《落花时节》《又逢君》的男主刘学义倒是长相、演技、流量都不错 可这部剧由于三大视频平台都不肯接手 所以只能在芒果播出 要知道 在芒果播出的剧基本都没什么热度 很少有能活起来的 因此这部剧也差不多是废了 至于《雷霆令》 这部剧有秦海陆、刘端端等实力派做主演 袁冰炎只是有个特别出演的名号 说的直接一点 袁冰炎在《雷霆令》中最多也就几分钟戏份而已 没什么值得期待的 所以说 袁冰炎空有四部带播剧 其实也就只有祝清好还略微有些盼头 可祝清好再去2021年5月就杀青了 之后便一直传出定当的消息 从传闻祝清好将在2021年8月播出 再到12月播出 到年底也没和大家见面 春节期间又有传闻说是2022年1月播出 再撰是2月播出 现在2月已经过了 又有传闻说是3月播出 不知道大家还敢不敢相信 大胆猜测一下 如果祝清好真是一部能让平台赚钱的剧 那么三大视频平台必定会抢着上的 袁冰炎也不至于一次又一次的被退货 所以说祝清好的质量可能也没有粉丝想象的那样好 不管怎样 还是希望袁冰炎能够早日拿出作品 维持住热度吧 1992年出生的袁冰炎今年30岁 其实年龄也不算小了 早就应该考虑转型了 与他转型的白鹿、王楚然、李沁、李依童、杨超越等女明星 年龄和外形都更有优势 如果袁冰炎再不拿出有力的作品 他就真的会被完全取代了